所以相信應該沒有太多爭議的議題 需要於立法會的討論 我們上次的簽名有街頭的簽名 我們有180 暫時會議的通知 未有港區國安法這個議程 至於說去到北京開會的時候 會不會增加議程呢 暫時是不清楚的 而按照規定 只要委員長會議同意增加某些內容 是可以的 因為過去一年來講 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情 特別是暴力事件 很多市民都不願意見到 這些暴力事件再發生 所以他們很希望香港社會能夠穩定 他們也寄望於國安法如果能夠公佈實施之後 可能會帶來社會的穩定 而這個立法希望有了之後 是可以起到一個阻嚇作用 防範的作用 我覺得在香港市民裏面 因為我剛才都講過了 過去一年裏面發生那麼多事 大家都覺得如果這樣下去不行 如果有一些立法會議員 或者準備去參選的立法會人士 如果他們是反對 去維護國家安全的 去維護國家安全的 去反對基本法的 那麼它就違反了基本法 第104條所講的宣誓的內容 那個宣誓的內容就講明 你作為立法會議員要宣誓 你要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別行政區 所以來說是不可以去違反有關的法例的